這個航線可能目前只有長榮在飛 嗯 對 那可能當天他取消了 他就找不到任何的替代航班可以回來 就變成會滯留 是 對 那也蠻多的團體 其實他是被滯留在國外 沒辦法回來 相對的也有很多台灣的旅客 他想要出去 是出不去的 一直到現在為止 所以等於是整個 呃 大的計畫全部都被打亂了 嗯 對 一直到今天為止 其實我們最近我們同事 每天中午 在吃飯的時間就會 聊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因為每天每個人一進公司 手機晚上下班手機都沒有停過 手機啦 Line啦 然後任何的訊息 只要能夠接收到訊息的 都沒有停過 因為都要不斷的去跟我們的消費者 跟我們的旅客做解釋 對 對 那比較 呃 比如說像團體可能取消了 那就沒有替代的東西他可以出去 嗯 那現在的話就是長榮他是說 你只要團體的話 取消他可以做呃 全額的退費 嗯 那比較尷尬的一點是說 有的時候是 比如說我們的旅客 他可能透過旅行社訂了機票加酒店 就是我們所謂的自由行的方式 嗯 那當然長榮會跟你說 我這一班取消了 那你可以 我就是百分之百把機票款退給你不收任何的取消費用 嗯 對消費者來講 聽起來好像是沒有任何的損失 嗯 但是對我們旅遊業者來講 會呃 有一個 有一點會比較 不知道怎麼去跟我們的消費者 跟我們的旅客做解釋的是飯店的部分 嗯 因為飯店他不會說因為說 啊今天知道長榮罷工了 然後他就會很好心的 就會跟你說 啊沒有關係我讓你取消 嗯 對啊那有的像比如說自由行很方便 像比如說香港啦 澳門啦 日本這些 他有一些飯店是當初你在訂的時候 就明文規定 就是訂下去之後就是 要如期百分之百入住 是 連日期都沒辦法更改的 嗯 對這個我們叫做保證入住 對 那你遇到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那飯店一定會收取你的取消費 嗯 那這樣子的取消費 其實在消費者的立場來講 他就會很沒辦法接受 嗯 因為並不是我消費者本身的問題 我是已經請好假 甚至已經排好休假 然後可能兩三個月前 我就在期待這一次的旅程 嗯 結果因為航空公司沒有飛 然後導致呃 我們沒辦法出發就算了 結果反而我還要呃 被飯店然後收取取消的費用 是 對 所以這一點就是我們一直在跟消費者做溝通 就是我們會不斷的跟長榮做協調 嗯 就是這個一直都還在協調當中 因為我想 長榮他們 呃 也也一定會有誠意的在 在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是其實他們公司現在面臨到的問題 比較大的是 他們第一個要對消費者 嗯 比如說有商務客 第二個要對我們旅行社 嗯 第三個他們必須要高層還要 趕快把罷工的這件事情 趕快做結束 趕快做收尾 是啊 不然這樣的事情拖下去 其實 不管是對長榮 呃 整個公司的這個商譽形象 嗯 其實對台灣其實 這樣子的新聞其實已經傳到全球各地 嗯 對其實對台灣的形象也都是很商的 是 對啊 所以就是你們也要去承擔 哈 有沒有旅客他也不諒解你們 反而把氣都出在你們的身上 呃 氣出在我們身上那個可能是因為 通知旅客的當下的反應 嗯 那其實以我們做服務業來講 其實我們都可以諒解 嗯 對那當然呃 旅客分成很多種嘛 有理性派 當然有屬於比較 不能說偏激 可能稍微不理性一點點 是 對那總是 以我們的立場我們還是要聽 但是聽完之後還是必須要跟他解釋 就是說 你的飛機確實就是取消 嗯 那當然如果說在同一個日期 我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飛東京 在同一個日期他可能有長榮 長榮取消 那可能同同一天他可能有滑航在飛 是 那我們就可以協助轉滑航 嗯 對那 我們要求是至少能夠把旅客 呃 如期的讓他出去 嗯 但是 甚至有的旅客他 當然能夠出去他就會 心情好一點 是 對但是你在遇到稍微有一點點不理性的 消費者他可以跟你說 我原本的長榮是早去挽回的搬機 它會貫連很多個不同的這個服務的單位 對不對 沒錯 所以很多服務的單位他如果說臨時出狀況的時候 嗯 你們都必須要馬上隨機應變 對 好來面對處理這些事情好 但是你們又承載著要去面對這個旅客 要去幫旅客把自己的狀況處理好 所以真的是蠻辛苦的一件事情 我常在說我們 擁有超能力 對 對不對 我常在說旅遊業者就有點像是 像維廉姐你們是算做這種大眾傳播 嗯 然後像我們在常在看新聞就會有什麼 SNG連線啊 是 那SNG連線其實它是有重大事情的時候才會有SNG連線 但是身為旅遊業者我一直覺得我們隨時 只要是在工作中隨時都在SNG連線 對啦 因為隨時都會有不一樣的狀況發生 呵呵呵 所以呢 看 看似一趟旅 一趟的一個旅程 大家很開心的在出遊的時候 對 可是你們腦子可能一直在轉 然後一直在觀察 沒錯 然後下一站呢 人家 呃還在車上休息的時候 你們已經要開始跟下一站都必須要把 所有的事情都要聯繫好 都要先預備好 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 領隊啊 你是領隊嗎 對不對 領隊 領隊是會帶出國 對不對 領隊跟導遊這個怎麼差別呢 其實常常會有人像我們帶團出去 就會有很多 呃我們的客人就會說 欸導遊導遊 然後有人會 當然有的我們會自我介紹嗎 可能會叫我阿文阿文 嗯 對那導遊導遊的這個用詞 其實我們也不會去糾正客人 但是其實剛好也就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我們線上的朋友 跟看直播的好朋友 去講一下 導遊跟領隊要怎麼區分 嗯 對其實導遊就是很簡單就是 只要是國外的旅客 來到台灣 嗯 那在台灣遊玩 帶帶這些國外的遊客的這一群 呃這一些工作者叫做導遊 是 也就是說比如說像日本人 然後我們中國大陸的旅客 來到台灣 然後就導遊帶著這些外籍的旅客 在台灣遊玩 是 介紹台灣的呃風土民情 嗯 這個叫做導遊 哦 那領隊呢就是帶著我們的台灣人 到世界各地去遊玩 哦 這個叫做領隊 是 對對對 OK 所以呢 我們其實帶到國外去的時候 國外那邊也有一個在地的 那個所謂的 導遊 地街就是所謂的導遊嘛 好然後呢來帶著大家這一團 這樣子的去進行 其實目前大概幾個區分 就是比如說呃東南亞 對 然後韓國 然後或者是呃中國大陸 嗯哼 這些地方在當地都會有所謂的導遊 就是地培 嗯 然後那領隊的工作就是要去監督 呃我們的消費者報名的這一團 的這個行程有沒有確實的 按照行程上面去把它落實完成 嗯 對那比較特別的是像日本跟歐美地區 對 這個我們的前輩在帶團 這個我們叫做呃領隊兼導遊 嗯 對那就是到了當地之後可能就是 他們除了要顧好客人之外 他們還要負責去解釋這個地方 比如說到歐洲的這個城市的歷史地理 然後他們還要去跟遊覽車司機協調 哦下個地方要去什麼地方 嗯 這個就是經驗的累積這些前輩的經驗就會 就會很好就是都是故中高手了 哇哦 對 那孝文你去過幾個國家 哇我現在算一下 跟跟一些前輩他們比其實 還差蠻多的但是我算了一下大概應該也有個 將近快20個國家了 哇哦 對 那我們國人啊比較愛去哪些地方旅遊 其實台灣人的第一名 我覺得目前我們台灣人出國的人數 去到國家那個國家統計目前最高的還是日本 哎 對那其實我自己去過日本回來之後我也會覺得 哇這個國家我一定會想要再去 嗯 我覺得是他的氛圍 跟這個國家的民族意識 因為他到日本的各個地方不管是大城市 或者是鄉鎮或者是很小的地方 都非常非常的乾淨 然後再加上我們走到什麼地方一定會需要去上廁所 是 我走到日本現在各個地方我目前連公廁或者是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我目前沒有看到不乾淨的 的廁所 非常舒服 對就是舒服 然後加上日本人每一個都對你好客氣 嗯很有禮貌 非常有禮貌的一個國度 對啊從服務人員到櫃台甚至遊覽車司機 每一個都都非常的有禮貌 對我自己也去過日本 嗯我就覺得說在他們的街道上面的時候 我會看到連他們在公共工程 在做這個整理啊 是 或者有工程在進行的時候 我都很驚訝 怎麼會好像沒有灰塵一樣的 想說灰塵到底被他們藏到哪裡去了 能夠看到那些工人啊 水電工人甚至連他們的衣服都非常的整潔 對 連旁邊褲子旁邊都還有壓一條線 我想說這到底我有沒有看錯 這感覺就是一個非常有強迫症的國家 哈哈哈哈 然後我曾經住在一個日本人家裡面 Homestay 然後住了五天 到了第五天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才知道他們家原來有養了一隻黃金獵犬 我是那麼可愛 到底為什麼我們住了五天都不曉得 它是怎麼樣把它藏得那麼好 因為他們覺得有客人來呢 那個黃金獵犬的毛啊 很容易造成這個 可能會讓客人覺得不禮貌啊 髒亂 所以他們自己每天都把它藏得好好的 到第五天 我們才有機會把它抓出來玩 不小心被我們看到尾巴露餡了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非常注重里數的一個國家 是 對 所以如果以一個旅客來講的話 去到那裡就會非常的舒服 對 然後加上我覺得可能歷史背景的關係 因為加上台灣之前的歷史跟日本非常有相關 非常有淵源 對 所以其實包含可能比較長輩的 然後包含現在可能因為廉價航空很多的關係 就自由行方便 所以就是年輕人可能很喜歡往日本去 是 對 因為很方便嘛 其實高雄飛過去算很鄰近的一個國家 對 對 那笑文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領隊到底在做些什麼事情 他的你當中這個工作過程的這個酸甜苦辣 我覺得一定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其實領隊這個東西啊 常常之前網路上有一個笑話 就是如何一句話惹怒這個行業的人 對 那我是不知道 比如說做護理人員或是做律師或是做醫師 有哪句話會惹到他們 但是之前網路就會有一個笑話 就是如何一句話惹怒領隊人員 就是可能就會消費者看到就說 哇你都玩免費的 就是去到世界各地你可以環遊世界都玩免費的 玩免費的 玩免費 哇整個就是理智縣就 這就崩潰了 對這就崩潰了 其實因為領隊的身份 沒錯其實我們會比一般的旅客或是一般的人 能夠去到比較多不一樣的國度 這當然是比較起來好像是不錯的 但是其實心態上面你需要調整 因為我們帶的所有的人都是因為他們花錢 想要去度假想要去做一個旅行或是做一個放鬆 對他們是花錢所以他們是消費者 但是對我們來講這個是我們的工作 對那工作跟度假的那個心態其實就有點不一樣 對啊那其實像現在我們常常不能說心酸血淚啦 對但是我們之前也是會有同事比如說 現在很流行自拍嘛 對然後可能就是帶團帶到然後到這個地方 其實導遊已經講解完了 然後讓客人已經是自由活動 自由活動是可以選擇自己拍照 對那可能領隊就會自己拍個一張自拍一張兩張 那其實現在因為為了公司很多公司 不管大公司小公司 他為了回來讓這樣子的團能夠 或是我們的顧客可以留住可以繼續回流 所以通常很多旅行社都會做所謂的意見調查表 就回來意見調查表收好之後然後叫到公司 公司一打開哇居然我們的同事被complain complain的名義是說怎麼覺得領隊玩得比客人還開心 因為他在自拍 那其實他是利用已經是休息的時間 就是客人自由活動的時間 然後拍個一兩張 所以就要看其實消費者的認知 所以我們都會很戰戰兢兢啊 然後客人都會問說 欸要不要幫你拍一張 我們通常會說沒有關係 我們幫你拍好了 難怪我自己出去玩的時候就有發現 欸來來來吃個冰坐下來坐下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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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一起一起一起拍 不用不用不用 我有我有察覺到 欸真的戰戰兢兢欸 因為你會不知道就是消費者他 他對於領隊的這個工作的 呃他到底能夠接受的range 到底有多廣 是 對啊那其實我們用 呃 我們等一下我再跟韋玲姐 可以去分享一下 故中的酸甜苦辣 好的好的 我覺得呢這個非常的有意思 我們透過孝文的分享了 可以知道說呢 呃領隊原來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 哇哦你都算不用錢 哈哈哈 有很多的必須他們要付出在工作上 辛苦的一個代價 我們稍待會回來 回到現場的時候 再聽一下文來跟我們繼續分享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謝謝 高雄融合了多元文化 打造出繽紛的城市 春天到那馬下賞音 夏天去其津玩水竹浪 秋天到美濃拔白玉蘿蔔 冬天到寶來泡美人攤 高雄還有很多好好玩的地方等你來發掘 跟著我們利用高雄捷運 輕軌高雄式公車 Seabike多種便利的交通工具 一起到高雄遊樂去囉 我的天啊好熱喔 對啊感覺都快要融化了 兩位好 請問想要點些什麼呢 嗯 我要冰拿鐵 那我想喝巧克力冰沙 好的 馬上來 小薰 小薰 這週末你有想去參加什麼活動嗎 沒有想法耶 來 這杯是冰拿鐵 這杯是巧克力冰沙 請慢用喔 對了 兩位美女 這週末在愛河 有很好玩的活動喔 老闆 是什麼活動啊 在愛河畔 河西路原道 有2019 愛河畔 仲夏練曲活動啊 有五個夏日特色打卡點 還有特色餐車 跟人氣文創三輪餐車 好看好玩又特別喔 但開車 起車好麻煩喔 搭大眾交通也很方便啊 搭到高雄捷運沿城浦站下車 或者高雄市公車 陵南 陵北 十一 三十三 五十號等公車 到大城街口 正在碼頭站下車之後 步行前往就好啦 對了對了 附近也可以租高雄市公共腳踏車喔 謝謝老闆告訴我們這個活動 不客氣 請慢用喔 高雄遊樂器 勤三來到丁 以上廣告由交通部檔案會 及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提供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榜 好的 非常的開心 又回到了我們直播畫面的現場了 坐在我左手邊的是生物旅行社的經理 陳孝雯也可以叫他阿文 沒錯 可以叫他阿文 好 剛才阿文有跟我們分享了非常多領隊 原來有很多我們不曉得的心酸 我記得他真的要很忍耐 你剛才提到的 面對了這樣的一個美景 然後有可能說不定領隊 有可能他第一次到這個國家來 真的很難免基於人性 你多少會想要留一點點的一個紀錄 對 但是一刻不能放鬆 哈哈哈哈 哇喔 那是要有相當的耐力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還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心酸 我們在今天的題目是酸甜苦辣 對 那其實如果說我們以領隊的生活的酸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感覺跟一個氛圍 對 那比如說我們在帶團 因为这个行业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喜欢是 我当初高中的时候我读的是工科 但是我读工科的时候我就发现 读到最后我没有兴趣 然后我就跟家里的人沟通说 我想要转考那个时候高雄最有名的高雄餐旅学院 对那我当初是想要学当厨师 因为我觉得拿的西餐刀很帅气 对然后妈妈就跟我说一句话 你有办法在厨房里面能够待这么久的时间都做学徒 然后要当上厨师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然后后来开始跟补习班的老师 然后跟家里人沟通完之后 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 因为个性比较外向一点 可能比较适合朝这个产业发展 然后所以我就是读了跟旅游相关的科系 对那比如说进到这个产业 到了领队的酸 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带团过程当中 难免一定会带到 很少会带到个人 一个人去旅游 可能就是比如说最常带到可能就是夫妻 对或者是 当然有一些公司行好的员工旅游 那都是同事 然后或者是一些参访团 然后可能都是一些公司的一些主管阶级的 这个当然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团体 那我们说以一般的旅游团来讲 可能就是夫妻或者是情侣或者是三五朋友 那基本上他们都还是最少会有两个人 两个人以上就要团就是小团体嘛 所以一定会是有朋友有伴的 有旅伴 那我们有的时候在带团的时候 月领队他就是一个人 对啊那你有的时候你看到那种 比如说新婚夫妻 新婚夫妻一定是非常恩爱的啊 对那你带这个国度 然后哇这个风景这么的漂亮 然后你就会看到哇新婚夫妻很恩爱 那像比如说 呃女遇到像我们有些前辈 就是已经成家立业的 对 小朋友在家或者是自己的太太在家 或者是自己呃女生领队 自己的男朋友还在台湾 男生领队自己的女朋友还在台湾 的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说 哇看着他们在这边这样子的一个国度 这么的漂亮 然后这边的风景的 的约会的这个画面好美 那你的心情上面你就会觉得 哇天啊我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我的男女朋友正在台湾 倍增孤单 对就是会有一种孤寂感 是 对那其实那个是要自己去去消化掉 对而且其实领队这个工作 我觉得看似好像 呃光鲜亮丽 嗯 但其实他他会有辛苦的一面就是 当然除了领队自己本身辛苦之外 领队的家人 嗯 或者是我刚说的领队的另外一半 不管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呃 呃太太或是先生 嗯 都会非常非常的辛苦 嗯 因为他必须长期在国外 嗯 之外那 如果说比如说 以男生的立场 他一直在国外带团 嗯 那太太照顾小孩 他就变成所有的担子都落在太太身上 嗯 所以我觉得领队这个角色就是你需要 家人很大的支持跟包容 嗯 对那其实这样子的 一般来讲消费者是不会去想到这一些 是 他就会觉得领队就是带我出来玩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比较酸 你会让你的心情 嗯 微微的就觉得哇 酸酸的感觉 对 其实大家如果可以更多的理解一个行业的一个辛苦 是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彼此互相 我常常讲 呃 服务人员服务我们 其实我们相对的在享受他服务的同时 如果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客人 其实会更容易去共享那个服务很甜美的经验 跟你可以共享那个很甜美的记忆 没错 对不对 不要只是一个单方 所以如果双方都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彼此的话 我想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像我们之前的学校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过 他他之前也是在做领队 对 而且是专职领队 所以专职领队就是可能在旺季的时候 他就是这一团出去十天回来隔一天又再出去 又再飞出去十天 就这样一直接着一直接着 然后可能就忘记就两三个月就过去了 是 然后就之前跟我们讲的笑话 但是我相信这个样子的事情 一定有发生在某些领队身上 嗯 就是他有一次就是终于忘记过了 然后要回家了 嗯 然后可能太太跟他说一句话 你再不回来可能儿子都要叫你叔叔了 就已经不认识自己的爸爸长什么样子了 哇 压力好大 对啊 那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 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所谓长龙罢工 那这是因为遇到罢工 嗯 那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可能飞机调度 或是气候的关系 会造成航班延误 是 对啊 像我们同事也是之前 呃 上个月才刚发生的事情就是 他当天要回来 其实他衔接的非常好 是早班机回来 然后晚班机出去 是 所以其实他还有回家可以重新再整理行李 嗯 结果没想到他回来的班机遇到延误 嗯 回到台湾的时候 然后只好先通知他台湾的家人 直接再拿个行李箱 帮他拿好未来五天的换洗衣物 嘿 拿一个新的行李箱 然后这边才刚降落 然后拿了行李箱又去楼上接 下一组客人报到 哈哈哈哈 我很辛苦欸 对啊 这就是比较 嗯 对比较辛苦的这一面 嗯 那比如说我们讲到甜 嗯 甜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感觉 嗯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一种 心情上面的体验 嗯 像比如说我目前从业是第 今年是第十二年 是 对那 其实 有没有 因为旅游或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变成了好朋友 其实非常非常多 嗯 嗯 对那 而且甚至有一些 像我有一群客户 他是呃一些学校的教官 然后跟一些老师 对 然后还有一些呃 已经退休的老师 他们会组成 第一年带了他们之后就觉得 欸这个感觉还不错 嗯 然后第二年他们又原班人马在约 然后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嗯 然后他们就指定要我带他们出去 是 对那这样子多年下来 其实 目前已经 到了今年暑假 他们已经要跟我出去第八年 嗯 对就是每一年他们就会选一个地点 然后就是一样的人 然后就是去不一样的国度 是 然后就会变成一种朋友 嗯 的那种感觉 已经不是领队跟客人 或是领队跟消费者 嗯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呃可能客人 他已经变得跟你很好 然后好到就是哇他心情不好 可能会传个like给你说 今天心情不好 或者他在网路上面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他可能就会分享给你 是 对那其实那个对我们来说 其实会觉得哇他不是我这五天带完 这十天带完回来 跟他们在机场说再见 嗯 然后就切断了 嗯 对那其实那种感觉对我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然后包含就是可能 甚至有一些呃客人 然后变成朋友之后 嗯 然后甚至逢年过节 他有的时候甚至会送礼 嗯 你就会觉得哇这很很贴心 对啊像之前我带过一个像一个建设公司的呃老板跟老板娘 是 那其实老板娘他非常的好客 然后呃个性非常的豪爽 嗯 对啊那其实走到哪里他都会请员工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会喝东西啦 喝饮料啦 然后有卖一些小吃零食 他就会买的请员工吃 对 但是会让我觉得很甘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大心的呀 嘿就不甘心 老板娘都会多买一份 嗯 然后就会趁我不忙的时候 就会偷偷塞给我 哇 就是只要有员工有的 我都会有一份 嗯 哇那个是我带起来 我就觉得那几天 我带团起来是会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嗯 对啊你就会觉得 被客人重视 然后客人发现你的辛苦的一面 然后 是 对啊我就会觉得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哇 所以你这个分享这一段哈 各位客人 大家就要听这些酒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一个好客人 会让领队很开心的话 我相信我们这一趟旅程会玩得更丰富 对因为 更有内容 其实我们的行业很简单 我们的行业就是 讲卖笑好像不太好听哦 就是带来欢乐的一个行业 对 因为基本上 我想90%的客人他报名要出国 或是借参加团体要出国 嗯 应该都是开心的吧 嗯 对啊 大部分90% 要么就是度蜜月嘛 对 对啊 很少会因为跟男女朋友分手 那当然可能一个人的旅行 那那个现在可能比较流行 嗯 但我想90%可能 比如说全家出游 家庭旅游 员工旅游 那一定都是很开心的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行业 是 所以我也都是一直秉持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 我还蛮开心的一点是 我从业12年以来 嗯 我现在把每一团至少 我出去 我把每一团都还是当成我第一团 在带 就是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个热忱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你的热忱 你的态度 老实说这样子 人跟人是相处相互的 其实客人会感受得到 嗯 对 哇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对 因为真的这个热忱这两个字啊 它才能够从你自己的内心里头去驱动 很多的正向的能量出来 那我相信在你身边的人 周围的人也能够感染得到 不只是对领队来讲 对各行各业的我们在职的上班 甚至有时候当老板的也是一样 要激励他自己 永远要保持着那个热忱 才不会轻易的被很多这个现实 这个已经 已经是很多的麻烦或问题卡住的状态 所困扰 是 就要一直回到原点跟自己对话 那我很想知道你到底是做了什么好事 怎么会让你的这个客人呢 跟你这个保持联络 都不想要 不想跟你say goodbye呢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事或不好事 也没有说我比如说比 比其他领队服务的要好或什么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 可能相处的一种 一种感觉 像比如说 像我一直习惯是领队他可能 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质 当然不是说记忆力特别好 但是我会要求 比如说五天的行程 我第一天在机场 见到客人之后 就宣布完 然后客人就会开始拖运行李 然后就要到登机口了 那我会要求我下飞机的那一刻 我大概要能够认出80%我的客人 因为你要拿棋子 然后让你的客人来 来找你嘛 但是如果说今天只有 比如说我们森龙旅行社 拿了一个森龙旅行社的旗子 客人来找你 那还好 那如果说今天 一次出了三团森龙旅行社的 那客人到底是要找我 还是要找另外一个领队 所以有的时候领队他的记忆力 观察力要非常敏锐一点 对要非常敏锐一点 那我会要求是第二天 我大概就要到90% 甚至100%要认出来 这一团就是我的团员 哇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自我要求 我常常觉得当领队的人 当我们去玩的时候 我们开始在放松的时候 然后准备呢要休息 合眼人家说上车睡觉嘛 对不对 我就觉得领队体力要非常好耶 因为其实我们在休息或睡觉的时候 去玩也挺累的一件事情 我常常觉得玩也要有体力 那领队让我觉得他更需要有加倍的体力 要有比我们更多倍的体力 对比如说像我举我刚刚一开始讲说 我也是这一次长龙罢工的算是间接的 不能说有被受到影响的那个人 对那像比如说我们在团体行进中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那公司一定会通知我 我不可能当下我就跟客人说 诶我们没有飞机回去咯 因为客人他是在玩 那样子的心态客人 有的客人可能会觉得很焦虑 那我没有飞机回去怎么办 对那如果说我刚好 比如说礼拜天回去 我刚好礼拜一有约好了我的客户要见 那我这个 我是要通知客人取消还是怎么样吗 对所以说 我们通常都会先私底下 对就是先跟公司先沟通好 比如说公司现在处理到什么阶段 然后一直到 大概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才会跟我们的旅客报告说 啊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会怎么去处理 对那因为我们都会跟客人讲的原因 是因为不想要让客人 他因为出国去度假去玩 然后因为这样子一个小事情 而少掉他们游玩的那个 性质 那个性质 OK所以呢其实不是只有关注在 那个看得见的旅客 所需要就是说这一些 check in check out的这些事情之外 还有其实还要去照顾旅客很多的心理状态 对不对 好 然后有什么这个中间有没有服务过程中 有没有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难题呢 是不是要再继续跟我们分享 难题喔其实 我先讲一下其实难题一定都会遇到 应该是层出不穷 我先举一个小故事好了 好 这个小故事 好内容还蛮妙的 他其实也不算深夜节目才可以讲的 对我之前带了一团去北京 对那那是一个公事行号的员工旅游 对那其实但是那个公事行号呢 它是比较偏工程类的 所以90%的属性全部都是男性客户 对那在吃有一天在餐厅出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地上很多那个小纸条 对那小纸条就是上面就会有电话嘛 对就是那种特殊需求服务的电话的小纸条 那客人就会很好奇就会拿起来 我就跟他说 这个不要不要去剪这个 好 我说因为第一个现在中国的政策是在严禁 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对 我说这个绝大多数都是骗人的 我说这个不要剪 然后结果就我所知就有两个人 他就偷偷的放在口袋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当下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OK好 我们呢觉得听到这里啊 感觉到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们故意要掉一下大家的胃口 究竟那两张纸条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放进口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会回来会跟您揭秘哦 好 谢谢大家 有机农业促进法在去年5月30号由总统令公布 今年5月30号起正式施行 为国内有机农业永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也让有机农业能够深入各基层来达到全国农业有机化的目标 农尔会从105年起推广有机跟友善环境耕作 推出对地补贴之外 还补助验证费用 温网式农机具设备以及有机制肥料 以鼓励并且协助农友转型有机并且持续经营 目前国内有机与友善耕作面积和既有12000多公顷 占国内总耕进面积已经超过1.5% 农粮述指出有机农业促进法施行后 既有的讲助补助措施仍然会持续推动办理 并且将积极解决林田污染的责任归属 有机农业用地取得不一等问题 有机农业科赖明阳科长他说 那刑法里面这个规定了 只要有机农产品若经检出有农药这些金融物质残留 那如果我们主管机关有查明 确实是因为林田污染所导致的 而且农民部分也散尽了一个保护的责任 有做好隔离的这些措施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会去对农民予以处分 那但是这批遭到污染的产品呢 仍然不能用有机名义贩卖 那这部分就是在兼顾农民经营的权益 那也兼顾了对消费者保障的一个承诺 在整体来说呢 其实整个法最大的对于未来推动有机农业发展的主轴 就是有规定主管机关他必须提出一个有机农业促进方案 那这个促进方案内容 就是含瓜的从产销到推广辅导到教育宣导等等 反正有社官有机农业推动的工作呢 都必须在这个促进方案里面罗列出四年你必须要做的一个项目 必须要报到行政院去核定 那等于是说一个跨部会国家级的一个中长城推动执行当领 那也都因此说我们会确保以后的政府一定会有充裕的经费 来持续推动这些工作 那另外一个部分对于跨部会合作的部分 比如说国防部教育部等等呢 因为在这个法里面也规定军队学校这些公家的一个机关购呢 他必须优先采用在地有机食材 那所以说我们会在这个促进方案里面呢 把这些工作目标呢 把它明确写进来 来扩大这个团散的一个有机食材的一个使用 农委会呼吁民众多多支持购买国产有机或友善耕作的农产品 也支持永续农业 以上是农粮署广告 好的非常的开心又回到我们直播画面的现场了 就在我左手边的是阿文 生龙旅行社的阿文 很开心 刚才你跟我们讲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桥段 就是当地上的那两个有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条 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然后我们就行程走完之后就回到饭店 就入住了 那入住每个人就回房间就休息了 那我们也是好 然后就休息 然后到大概凌晨两点多 我的手机不是房间电话 我的手机响起来 响起来通常领队的第一个反应就想说 哇凌晨电话来绝对有事情 可能是客人身体不舒服或怎样 然后电话一响起来 然后电话那头就很大声就说 领队赶快来救我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救你 然后我就问他说 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到底在哪里 然后他就是微微发抖声已经讲不出来 然后后来 吓死人了 他就说他打了那个电话 我就说那个电话就是假的 你还打了个电话 我说所以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真的有人来了 那来了之后呢 就是比如说原本跟他讲了一个价钱 然后但是人来了之后呢 又变成狮子大开口 然后就说 呃在饭店外面已经有十几个人在等 如果说这笔钱不给的话 然后反正就是被跳墙了 对那 我就说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然后还好他没有离开我们的酒店 他在我们酒店就是 二楼已经关闭的那个 的那个餐厅 因为凌晨了嘛 我就快赶下去 我到了这期外找不到人 然后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从一个角落走出来 因为他从他房间夺梦而出的时候 只穿了一件视角裤 然后在大厅 然后我就说 那那些人呢 他说他不知道那些 他跑的时候 那个那个女生还在他的房间 我说那你很可爱 那你这样子你的护照 你的证件 然后你的所有的钱财都在房间 不是被洗劫一空了吗 然后我们就赶快就冲去他房间 结果还好 因为基本上 那个是有心急的饭店 那基本上都有保安 其实那些人也会怕啦 对啊 其实就是用骗的嘛 就是能够骗到一笔他就算一笔 对啊 那其实就是 发现东西都还在 那这个事情就 其实就落幕了 那只是说 不小心把那个房间的一个 那个装饰品就打碎了 我就跟他说 那这个饭店一定会跟你求成 他说没有关系 他说 那你可以当成这件事情 从来没发生过吗 因为老板带着他们出国 总不能让老板知道 他打了小纸条 对啊 哇哦 你们连这种事情都要处理耶 所以其实 林林总总的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 因为领队会遇到的故事 其实太多太多了 有的时候当下 你会觉得很无言 或者是很生气 但是有的时候 你回想起来 你就会觉得 事后回想起来 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哇 我发现领队真的要有超能力 好 对啊 那像比如说 我们做领队 通常会有一个身体状况 一定会有一个器官 不是太好 那个地方就是肠胃 因为我们通常吃东西 都要吃得很快 因为比如说 会去看客人的用餐状况 然后客人 比如说 可能已经用到一半了 我们才去吃 对 那有的时候 才刚坐下来 可能有的吃得比较快的客人 就会说 哎不 你怎么不吃 你怎么不吃饭哦 你们已经吃饱了吗 那你就会变成 两口当三口这样子吃 有的时候 可能就变成汤泡 然后当客人起来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走 不可能说 跟客人说 啊你们等我一下 我还没有吃完 是 所以通常肠胃都不会太好 对啊 然后像 我可以跟 威廉姐分享一下 像也是 常常现在有 常常有人在说 早起的是做领队 跟捡破烂的 然后 晚睡的是做领队 跟按摩院的 担心害怕的是 做领队跟贩毒的 不能按时吃饭的是 是做领队跟要饭的 哈哈哈哈 然后 加班 不能补修的 是做领队跟 百路边摊的 哈哈哈哈 加入就很难退出的 也是做领队跟 混黑社会的 哈哈哈哈 然后 台风天还得出任务的 也是做领队跟 抢新闻的 因为新闻要SNG嘛 然后最后一个 过年过节 回不了家的是 做领队跟 正在坐牢的 哈哈哈哈 这当然是一个玩笑话 但是其实 因为这样子的举例 就其实可以很明显的 告诉大家 其实做领队有 很辛苦的那一面 哇 倒进了领队的心酸 可是我们看到领队是 一年比一年报考的人 越来越多 对 因为其实每一年的报考率 真的 每一期的那个 职前训练 大概每一年 都会上千位领队 要投入这个行业 是 哇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 笑文跟我们分享的 真的是要拥有超能力 超级的耐力 而且真的是 危机应变的能力 要很强 你一定要比他们 更冷静 所以那个心理的能量 自己也要 常常的去把它照顾好 对不对 尤其你在 不只他们在国外 你也在国外 对不对 所以你在国外 要面临这个 很多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也必须在国外 不比在国内 打个电话 还有其他的公司 朋友可以求援 你在国外的话 很多时候也是要单独的 先站出来 扛这些事情 面对这些事情 领队千万不能乱 因为领队一乱掉的话 你的客人就压不住了 客人会比你更紧张 原本可能客人还不紧张 一看领队 自己已经慌掉手脚了 哇 那客人就已经压不住了 对 对啊 所以你的心理层面 因为要非常的坚强 坚强 最后一点时间 有没有再好玩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玩的故事 好 比较好玩的故事就是 曾经有带过一团 年纪比较大的 然后到 比较有时差的国家 对 然后 就 也是一样晚上 然后就分好房卡 当然不是又拿到小纸条了 然后 那就是分好房卡 然后就入睡了 然后我也用一用 然后就睡了 又是凌晨 但是这次是凌晨三点钟 我常常分享 这个就是来自于凌晨三点钟的一通电话 房间电话响起来 我们第一个反应 哇 天啊 我的客人的这个年纪都是偏大的 对 哇 开始紧张了 到底是不是 当下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是不是哪里身体不舒服 电话拿起来 阿闻啊 我是那几个班的 然后什么阿姨 我说阿姨怎么 身体不松快 不是 我时差睡不去 阿我看那个房间有那个煮咖啡的 阿我买到用你 你干什么 泡咖啡 然后我凌晨三点钟 被他叫起来 就为了他时差 然后去他房间 帮他用咖啡糊煮了咖啡 之后 我们那天的morning call是早上六点 我回到房间之后是四点 然后也睡不着了 哇真的是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所以 真的 身为领队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真的 我没有办法 有一个SOP跟你说 一定会遇到这种状况 是的 这完全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对 真的出乎意料 所以会发现说 不管几岁 到了国外 每个人都好像baby一样 对啊 有没有 所以呢 就是说他到国外 他睡不着 嗯 他不知道要找什么人 找领队 要泡咖啡 找领队 要去找便宋 找领队 有没有 要玩零钱 找领队 什么什么都是要 找领队 所以真的非常有意思 哇 我想你这个 我觉得当领队 真的是非常 不得了的这样的一个 磨练跟训练 那因为现在台湾的观光 也逐渐的 不断的在日益 蓬勃发展当中 因为我前几天才刚 访问了高科大观光系 有 我有看到那个之前 就是未来的人才 必须要全才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发现 从你的分享里面 我们发现 再怎么样的去 这个教科书去 给他们做 这个训练跟教育 完完全全不够 任何的挑战 都是从他实际的 经历的过程当中 才有办法去体验到 而且有可能 其他的人所经历的 是比你 跟你不一样的 也是新的 也有可能更精彩 你们这堂聚会都会分享 会啊 会分享 今天又遇到什么样的趣事 太好玩了 好 最后呢 有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觉得你的故事 非常的多 真的很好玩 是跟我们大家 再分享一下 如果说之后有机会 就是我们可以再 我们再找机会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小故事 那当然 比如说借这个机会 刚刚韦玲姐有讲到 现在有很多人在想要 投入这个产业的 比如说 大学的毕业生 相关科系的 其实旅游业 它不只领对这个工作 它还有很多的 比如说业务内勤 产品部人员 大大小小的这些 环节 环环相扣之外 才可以形成一个行程 然后才可以让个人参加 然后才可以飞出去 所以其实不管 只要是你相关科系毕业 其实都非常欢迎 大家能够投入 这样子的一个 旅游业的一个产业 因为旅游业永远不缺心血 都是欢迎大家能够 投入进来 因为有了心血之后 比如说心血的一些想法 才可以让我们更有动力 我们也可以去看看 现在年轻人 想的东西是什么 也许可以碰撞出一些更新的火花 所以其实不要说 你辛辛苦苦读了大学 结果毕业之后 你投入的不是相关产业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你在学校学的 跟在业界当中 实际上的操作 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也很需要 很多的创新的能量吗 是 需要的 就在行程的设计跟安排 还有甚至出去带团的 这些技巧 是不是都有需要 对 而且加上这个也是需要经验的累积 所以当新人加上 比较资深的一些学长姐 其实互相交流 其实我觉得是会有 会不一样的火花的 OK 一直在成长前进 跟学习的过程当中 对 向文有你自己的粉丝团 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说觉得 我们今天的分享 然后还不错的话 其实我们公司深浪旅行社 可以用Facebook去搜寻 然后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页 叫做深浓旅游 深浓旅行社 那当然 社团的话 我个人有一个社团 叫做七年校班 阿文带你去旅行 就可以找到我的社团 在粉丝页跟社团呢 我们都会有分享一些旅游的 一些知识 或者是一些促销的一些行程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多元的一些资讯 会在粉丝页跟社团上面 好 七年校班 七年校班是因为我是七年级 那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校 对 非常可爱 我们看到呢 脸书上面有很多的好朋友 给我们留言 给校文有很多的鼓励 说讲得好棒啊 然后领队找成班长就对 你是班长 对 OK 所以 真的 谢谢今天有留言 给我们鼓励的所有的好朋友 然后班长 阿文也是会继续在这个产业 继续加油努力 然后带更多的人 我们去创造更多有趣的故事 对 而且他里面 其中有一位网友提到 颜值也很重要 颜值 所以表示我的颜值还可以 大家觉得可以吗 可以的话就记得按赞跟分享 对 所以领队真的很重要 嘉飞他有提到 是旅游时候的灵魂 对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越来越多年轻的学子们 投入领队的这样的一个行列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从校文的分享里头 也可以听到从事领队这个工作 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也因着这些挑战呢 你不断的克服超越他之后 跟你的客人建立起 朋友一般的感情跟情谊 这是很大的收获 让每一段服务的过程 关系持续的延续 非常的开心 好的 我们很感谢今天校文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回 希望有机会再邀请校文过来 好啊 谢谢文姐 我们下次在公众再相见咯 拜拜 拜拜